2019年1月 一粒棉花的种子在月球上生根发芽 长出了绿叶 这是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培育出了植物 这一神奇的实验发生在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四号的内部 一个封闭的如期内部 当我们抬头仰望月球时 也许不会意识到 在月球之上 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深空探索 正在进行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额 中国月球探测器共同的名字 在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神话故事里 长额这位仙女飞向月球并居住在那里 在古人眼里 月球是一个无法到达的地方 所以这个故事既浪漫又大胆 今天的中国探月计划 正在逐步将古代神话变为现实 长额无疑是这些探测器最合适的名字 这一次相较于她的前辈们 长额4号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目标 降落在月球的背面 月球有正面有背面有中尾高地位 我们做月球探测的研究 当然是希望能够到达月球上尽量多的地方 其实去月球背面探测是各个国家 科学家和航天工作者的一个梦想吧 都是想去的 因为去背面肯定有更多的新的发现 1959年 苏联的月球一号成为第一台接近月球的人造探测器 人类探月旅程拉开了帷幕 同年苏联的月球三号探测器 第一次飞临月背并拍下了月背照片 就是这些图像 让人们意识到 月球的正面和背面有着两副面孔 在这两副面孔之下 意味着科学探索意义上的重大差别 探索月背 不可或缺 不过在长额4号之前 人类送上去20台月球着陆器 全部降落在月球的正面 为什么不去月背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关系 这是练球运动 当运动员开始旋转练球 你可以把运动员看作地球 链子是地月引力 而另一端的练球就是月球 只要这个旋转不停止 链球就只有一面朝向运动员 地球和月球的关系 也是如此 当这个链球变成直径 3500公里的巨大月球的时候 从地球发出的任何无线信号 都无法穿透这个球体 直接抵达月球的背面 人类登陆月背的一个巨大屏障 就这样产生了 没有信号 身处月球背面的探测器或月球车 无法得到指令 寸目难行 即便登陆成功 也无法传回数据和图像 想成为人类第一艘登陆月背的探测器 嫦娥四号任务首先必须解决这个难题 建立地球和月背之间的通信 想要抵达通信信号无法直达的月球背面 中国科学家不仅需要技术 还需要一些想象力 关于月亮 中国人从不缺乏想象力 中国诗人李白在一千多年前写下这样的诗句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孤独的诗人邀请月亮和自己一起饮酒 月光下自己的影子被他想象成第三个朋友 一起举杯共饮 光影和投射 带给诗人的是浪漫 带给科学家的是灵感 一千多年后 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在地球和月背之间 找到了第三个朋友 在嫦娥四号发射之前六个月 中国探月工程发射了通信中继卫星 雀桥 今天凌晨的5点28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四号禀运载火箭 成功将嫦娥四号任务雀桥号中继星发射升空 这是世界首科运行于地月拉格朗日L2点的通信卫星 国际上在以前也都有过 要去月球背面的一些畅想 但是在六七十 去上个世纪嘛 六七十年代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 首先是中继通信技术不具备 其实真正整个航天 就是中继通信技术 大概也是在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才具备的 不过具备了中继通信的技术 只是建立月背通信的一个条件 选择怎样的轨道 才能更好地进行中继通信 也是嫦娥四号团队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要选择这个中继星工作在什么样的轨道 它既能看到月球背面 还要能够看到地球 实现这样一个通信的中继 可以是环月的轨道 也可以是到这个拉格朗日二点 现在我们选择的这个L2点 这个点距月球大概平均六万公里 环月轨道的优点 是离月球距离近 为100到200公里 但缺点是它不能始终对着月背 从无线信号的传输来说 它的中继实时性并不理想 拉格朗日点 又称平洞点 在每个有两大天体构成的系统中 按推论会有五个拉格朗日点 地月之间同样存在五个这样的点 在距地球四十多万公里 距月球约六万公里的 地月拉格朗日L2点附近 地球和月球间的引力相对平衡 中继类星只需耗费很少的燃料 就能维持运行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经过论证 多次的这个比较 现在我们选择的这个L2点 我们设计了一个围绕它运行的 一个叫运轨道 在这样的一个轨道上 它能够保证稳定的运行 它就是始终看着这个月球背面和地球 同时可以看到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可以实现全时时 就是不间断 整个中级弧段是一直是连续的 2018年末 嫦娥四号顺利进入预定的轨道 通过雀桥号 与地面建立了通信 人类踏足月之背面 还差一场完美降落 距离月面15公里处 嫦娥四号开始减速下降 整个着陆过程持续了大约690秒 690秒 11分半 这个下降过程对于飞控中心来说 既漫长又短暂 一吨多重的嫦娥四号 在下降过程中走的不是一条直线 它需要腾挪转移 随机应变 你可以把这场降落 想象成是一场巨大的 远程操控的俄罗斯方块游戏 但是你没有重开一局的机会 找到相对平坦的区域 对嫦娥四号安全着陆非常重要 如果月面起伏过大 很可能让着陆失败 月球背面比月球正面更齐取 大家如果看月球的图像 咱们以前有摇杆图像 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坑 很难找到一个大片比较平坦的地方 那我们整个的控制的精度 就要很高轨道的控制调节 同时最后刚才也说到 我们要有自主的避障 中国人的方案 是在探测器距离月面 100米的空中短暂悬停 利用悬停的时间 开启探测器自主避障系统 避开不平坦的区域 我们在整个的着陆过程中 是靠我们自身携带的敏感器 距离月面100米的地方 高度处来进行悬停的 对于地形的进行测量 然后识别出 满足我们着陆的区域 然后再进行着陆 听起来并不复杂 利用仪器测量计算 探测器再做出姿态调整 然后完成着陆 但悬停的时间有多久呢 三秒钟 就是在这短短的三秒钟内 自主避障系统 要完成所有测量和计算的工作 同济大学 研发人员找到了 在三秒钟内完成任务的方法 在同济大学的这个试验场里 大大小小的木板 通过不同的高度和角度 模拟从空中看到的地面起伏 用来验证激光成像技术的准确性 20.7 78.2937 对 做了大量的实验 就是底下的场景在不停地发生变化 然后再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真落到安全着陆的那个区域了 但这块大小 其实也就是我们一个光斑的20公分那么大小 但是地面的静止实验精度再高 也无法应对实际工作时探测器的晃动 就像在颠簸的汽车上拍照 成像效果很差 发动机跟我是同向的 所以我的激光必须要穿过发动机的这个预留 那么这个到底行不行 对吧 这个激光在不同的介质里面 它的方向会发生变化 如果方向变了以后 对不对就撤着就不转了 第二个呢 能量也会被衰减 我觉得这个项目在这里应该是个原创性的一个思路 靠这个多波数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实时性和平台 矿动带来的这个问题 殊荣团队想到的应对措施就一个字 快 因为我们速度足够快的话 你平台再晃 对我来说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照相机大家也知道 在一个高速运动上面要把快门 要给它变得非常短 你的手抖都不要紧 我就把时间给它加快 所以我们当时提了一个用16个波数 相当于说16台激光器 同时工作 效率就提高了16倍 就会非常的快 能够在250毫秒里面 就拍一张三维图 嫦娥四号的自主避障能力 帮助它远离了危险的区域 成功着陆岳背 着陆地点位于月球南极 艾特肯盆地冯卡门撞击坑的中部 在嫦娥四号成功着陆76分钟后 通过雀桥中继星 地球收到了嫦娥四号 在艾特肯盆地拍摄的第一张图片 图片一张一张传回 似乎是千篇一律的荒芜 不过就是在这样荒芜的外表下 也许有很多秘密 等待人类去探索